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课本上知道 大地是囚刑的 但是如果我问你 你能找到大地是囚刑的证据吗 恐怕你并不能很快的找到 我们来看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哪些证据吧 亚里士多德是这么对大家说的 如果你在海边看一艘帆船远离你而去的话 你总是会先看到船身消失 然后再看到围帆消失 而不是看到它们同时缩小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小点 最后看不见 反过来 当帆船向你使来的时候 你总是会先看到围帆 再看到整个船身 请问 假如大地是平的话 你们谁能合理地解释这个现象呢 有人回答说 或许是海面上的空气的透明度 随着高度变化而变化 船开到了远处 下面的空气重 透明度没有上面的空气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船是从下往上逐步消失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空气 跟我们变得一个魔术而已 这个亚历斯多德差点都听哭了 晕 你可真能想 好吧 就算是一个解释吧 那我再请问 如果你们有过晚上长途跋涉的经历的话 你们应该跟我一样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 如果我朝北极星的方向一直走的话 那么我身后就会有一些星星 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 而我的前方呢 总是会慢慢升起一些星星 当然 你要走的时间足够长才行 请问 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吗 没想到 众人纷纷说 老师啊 我们从来没有赶过这么长时间的夜路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哦 这亚历斯多德就急了起来 各位 你们要是不信 今天晚上就试试看 但我还有一个终极证据 我看你们这次信不信服 亚历斯多德就拿起一根木棍 在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圆圈 然后问道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大家没看懂啊 纷纷就问 这什么东西啊 亚历斯多德说 月亮 这是月亮啊 当发生月时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月亮慢慢地落入到了地球的影子中去 他边说啊 边拿起木棍 在圆形的月亮上面 画起了一些弧线 然后就有人插嘴说啊 月时呢 我真的是见过很多次了 确实如先生所画的 月亮的边缘是一个圆弧形 亚历斯多德马上接过话头 就大声说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大地 是个球体的最好证据 他在月亮上的影子 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你们可以等待下一次月时来临的时候 仔细观察 有人说啊 先生 可为啥月时产生的原因 是月亮被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呢 我记得先生的老师柏拉图先生好像说过 月亮和太阳都是绕着我们转 他们自己就会发光啊 亚历斯多德一本正经的说 我爱武师 但武更爱真理 我老师柏拉图他错了 月亮不会自己发光 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而已 亚历斯多德提出的这三个证据啊 就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圈子里很大的反响 同时呢 也导致了广泛的争议 他是第一个通过实证的方式 而不是思辨的方式去思考我们身处大地形状的人 他提出的三大证据 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那么的确凿无疑 但是啊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 人们却依然不能接受大地是球体的这个论断 哪怕是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史的中国人 一直到清朝都依然坚守着天元地方的常识 并不是古人的智商 普遍比我们现代人低啊 事实上 人类的智商在五千多年中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现代人的聪明啊 那只是我们的知识积累和教育水平在提升的假象 古代的先哲们之所以很难接受地球 这个客观事实的真正原因啊 依然是那个让毕达哥拉斯也想不通的问题 如果地球真的是球形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会走着走着 就脚朝上头朝下而跳下去呢 我想再深提醒大家 这并不可笑 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以至于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 有多少聪明无比的古代科学家们 都被这个问题折磨一生啊 他们的常识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上下观念 和观测到的大地是球形的证据啊 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直到一个叫做牛顿的金士天才的出现啊 才结束了他们的梦魇 让他们再也不会在噩梦中掉下去了 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暂且不表 人类理性的光辉到现在为止 它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冒出了一点点微弱火光的小火苗 但这个小火苗即将一点点的扩大开来 太阳东升西落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幅景象自人类诞生以来 就几乎从未改变过 一个孩子自懂事开始 就会问这个朴素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 这个在今天看来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却在人类历史上引发过 持续上千年的世纪大辩论 古代的先哲们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磨破了嘴皮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事关日月星辰运行的根本大法 是打开宇宙奥秘的第一扇大门 只要你是一个双目健全的人 你就能用自己的眼睛发现 太阳升起 大地一片光明 太阳落下 则夜幕降临 虽然有月亮和星光 但它们无法带来光明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由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 太阳的东升西落 带来了白天和黑夜 一次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期 人们就称为一日 如果你每天晚上都观察月亮 你会发现 月亮每天升起的时间 总是会被前一天晚上升起的时间 大约晚上个48分钟的样子 而且月亮总是会从一个弯弯的弓形 慢慢地变成满月 然后又慢慢地变弯 如此周而复始 这样的一个周期 人们就称为一月 太阳和月亮的变化规律 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很容易就可以注意到 然而星星变化的规律 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注意到了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在同一个地点 去观察头顶的美丽星空 如果你能坚持观察一年 并且非常勤快地做记录的话 那么你就应当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些事情 我们头顶上的绝大多数星星 都在整体缓慢地向一侧移动 例如你每天晚上都记录一下 天狼星刚好位于远处一颗 树梢尖上的时刻 你就会发现 天狼星每天都会提早四分钟 到达这个指定的位置 而一年后 天狼星又会在差不多同一时刻 出现在与一年前完全相同的位置 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如果在一个晚上的时间 你把所有星星走过的路径给它连起来 你会发现 它们整体是绕着北极星旋转的 而这颗北极星似乎永远处在同一个位置 一年四季从不变化 人们把这些每年同一时间都处在同一位置的星星 就称为恒星 但是天上却有五颗星星 很是特别 虽然它们只是星星中的九牛一毛 但是你却很容易发现它们 至少能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四颗 因为它们都是天空中最亮的几颗星星之一 这五颗星星每天晚上在天空中的位置都是不同的 而且亮度也会发生变化 人类一定是很早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五颗星星 中国人根据传统的五星学说 把它们称为金星 木星 水星 火星 土星 而西方人则把它们叫做 维纳斯 朱比特 Mercury Mars 还有Saturn 它们分别代表着爱神维纳斯 众神之王朱比特 信使神莫丘利 战神马尔斯 还有朱比特的老爸 农业神 萨图尔努斯 这五颗星星在天上的运动变化 那真可以用神出鬼没来形容 它们十二出现在早上 十二又出现在傍晚 有时候朝这个方向运动 有时候又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运动 有些星星会整夜整夜的消失很多天 然后又突然冒出来 它们的出没 似乎完全没有规律可循 尤其是这五颗星星 互相之间排列成的图案 那就更是千变万化了 没有一个晚上会重复 也没有任何一年的任何同一天会重复 于是 这些千变万化的图形 就成了占星家们的饭碗 如果每天的图形都一样 占星家们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发挥空间 对吧 这五颗星星 相对于其他满天的繁星来说 就好像是五个会行走的异类 因此人们把这五颗星星称为行星 好 太阳 月亮 五大行星 恒星 就构成了望远镜发明之前的 全部可见宇宙 在人类文明诞生的前4700多年中 这四种天体 几乎就是占星家们的全部家当了 在古代 占星家就是天文学家 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这些天体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变化规律 又该如何精确地预测 它们在天空中的位置 这些问题 让一大批古代仙者们 失眯不已 他们都想出了 哪些关于日月星辰变化的学说呢 这个咱们下集介绍答案 我认为啊 我认为了 是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